憋尿 憋尿 就是憋尿 而且就是高燒不退 是 你前面還不覺得自己是憋尿引起的 一直高燒不退 想說我是生了什麼病 為什麼吃完退燒藥 隔壁都還有誘法 而且都燒到40度 後來送醫院醫生說 你要打抗生素 要打五天 所以要去醫院 他說是剩與剩嚴 是因為憋尿的關係 你是憋了多久會這樣 不知道 那時候還沒結婚 那是婚前的時候 可是後來就從那一次 因為住院 你要打抗生素 真的很 我覺得很辛苦 所以那時候開始 我其實就不太憋尿 我講一個比較好笑的 之前就是有一對男女 反正可能冬天 冬天大家都不喜歡多喝水 因為上廁所 可能覺得會冷 跑出來會冷幹嘛之類 然後他們兩個 就反正先去吃了麻辣鍋 然後吃了麻辣鍋之後 兩個就像一位去摩鐵 然後就做完那件事之後 第二天兩個都去醫院掛了 女生就是非常嚴重的 尿道感染 然後醫生一問就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可能就已經有一些 尿路發炎的現象 然後他吃了麻辣鍋 麻辣鍋就是剛才 王醫師有講到 他很鹹又刺激性 你在做外做的運動的時候 會流些汗 你就會更濃縮 因為晚上尿更濃縮 所以更嚴重 所以第二天起來 就完全尿路感染 因為再加上他做那件事 如果對方沒有很乾淨 你就更嚴重 所以他第二天就嚴重去送醫了 男生也去了 對 男生不知道怎麼樣也去了 因為男生照道理 應該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後來可能男生 所以為什麼男生是 究竟是哪一方面感染 我們就不清楚了 所以你看就是綜合所有的 你吃很鹹 然後你本來就有 然後太累當天晚上了 然後當天就 再加上沒有喝水 那就中了 每年到冬天 我就對外講這件事情 很多大學生住宿舍 宿舍很冷 很冷 就是說晚上覺得起來尿尿 離廁所太遠 然後這塊晚上太冷了 寧可蓋被子睡覺 然後不起來尿尿 我們常說你的碎液壓過你的尿液 那你的膀胱會撐到不行之後 也可能會這樣膀胱發炎 真的 它膀胱 因為我們一般膀胱 在撐到差不多350CC就會有尿液 那有的撐到500 600 然後就只要這樣子 還是不想就是硬撐著 那這樣會撐出什麼 就是尿路肝臟 再過來很多女生更年期之後 她本身有一些 就是外陰部比較乾燥的情形 那基本上也會有味道 她會過度清洗外陰部 這樣她的我去泡溫泉或洗三溫暖 又覺得說好像外面的水不乾淨 然後又特別清洗的話 這樣也很容易尿路感染 所以很多有時候女生 第一次尿路感染 是因為她覺得說 因為水喝太少又愛憋尿 有時候會懷疑說 是個人清潔做得不好 可是往後之後 她可能過度清潔 反而會造成感染 所以本來問題一點點 就有點怪怪的 它有點味道 就回去了很認真的清洗 然後把你那個保護層給洗掉之後 反而會更進階的造成感染 了解 好 所以針對這個方向 我們幫大家也出了一道題目 來看一下 我們的題目是 如果不愛喝水又常憋尿的話 補充什麼 勉強會有保護膀胱的效果呢 勉強保護 一是蔓越莓乾 二是溫檸檬水 三是黑糖水 四是蘇打餅乾 請選擇 一 一 二 二 四 三 完全被大家給淘汰 黑糖水大家認為沒用 對不對 一一先來 來 整理 一 蔓越莓乾 其實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那我只覺得 蔓越莓乾跟女性的泌尿道 是有關係的 它是可以保養 保護的 所以我想說既然 既然它可以保養 那多多少少可以補充一下 勉強應該可以 也幫助膀胱 聽起來是有道理的 因為它所以泌尿道 連伸上去 那就是膀胱了 對 所以它既然可以保護 那邊的話那應該也是 一整組的 對 一整組 之後都我叫狗對不對 我叫狗啦 麗菲 妳選的是2 對 溫檸檬水 溫檸檬水 因為我是針對那個問題說 如果不愛喝水 對 所以在水裡面加一點檸檬 就會有點味道 妳會解題 我會喝水 黑糖不是更有味道 但要水啊 黑糖不算是純水啊 然後就喝水 然後 可是她已經講了 不愛喝水又常憋尿 那妳喝了檸檬水 妳就會憋尿啦 因為我想說 所以是不是應該吃蔓越莓乾 乾就沒有水啦 對 對 妳要喝 對 妳不是聽我說嗎 我是聽甄莉姐講的 對 謝謝 很好 妳要不恨 好 那麗菲 妳平常除了這個飼養以外 妳還有一些什麼 自己的一個方法嗎 因為我覺得 我只要一邊要上廁所 旁觀好像沒什麼力 所以我現在就是會讓自己 就是訓練一下那個旁觀 因為我有聽一些朋友說 因為我會做那個 就是提臀的那個動作 就是在做 它是一個 就是你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會運動人 郭欣有當過憲兵對不對 好 你有沒有當憲兵 沒有 是墊腳嗎 不是 就是那個縮鋼 對 縮鋼 就是凱格 用力 就是可以練到 PPI可以訓練一下 就是膀胱 真的喔 好好好理解 好 答案是2 2 溫檸檬水 我先解釋一下 好 黑糖的糖我們就不用講了 它確實是真的是會比較偏 跟精緻糖的部分 所以雖然它沒那麼精緻 但是它還是比較偏向糖的部分 那蔓越莓乾 其實如果它是 真的是果實縮成乾的話 它其實是很酸的 如果你有真的吃過蔓越莓乾 那它這個是額外加進去糖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建議說 如果是尿道發炎要吃蔓越莓 其實是指的是原始的 對 純的蔓越莓 那確實純的蔓越莓裡面 有錢花青素 它會讓尿道裡面的那個細菌 就是大腸桿菌 它比較不容易附著上去 所以確實有一些研究發現 它是有幫助的 可是它建議的是吃 沒有加糖的蔓越莓乾 這個要澄清一下 那我們今天製作單位 準備的是有糖的 對 然後另外 檸檬水其實是鼓勵你們就是說 確實立飛講的就是 如果你沒有加檸檬也沒有關係 就是水分其實就是幫助它 就是真的是要幫助排尿的 對 所以剛剛解題真的解對了 因為你們是不愛喝水 對 不愛喝水 但是我提醒一下糖的部分 就是說因為你知道我們女生的 那個尿道跟陰道其實很近 那陰道裡面它的那個會 有時候會發炎是那個白色的 念珠菌嘛 那念珠菌其實它是試糖 但是它是喜歡甜的 所以反而如果說你吃太多的糖 有可能就是我們的那個陰道 它可能會感染 那感染的話有可能有機會 再感染到尿道 對 從來我們床上看的話 就會這樣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真的是 尿道發炎 我們也會提醒你 是盡量也是不要喝 不要吃糖的 吃甜的這樣子 蔓越梅汁跟檸檬酸 檸檬汁它基本上 它會有我們尿液 有所謂的酸化的作用 其實酸化的作用基本上 它有點 讓細菌比較不容易滋生 那基本上我們要讓尿液變減 那是因為只有在個臨床上面說 你本身如果是尿酸比較高等的話 它讓你的尿酸 尿比較偏減性的話 你的尿酸比較容易排出去 那女生的尿要偏酸一點的話 比較不容易感染 那再過來蔓越梅 我們基本上我們做的研究就是說 純的蔓越梅汁 跟蔓越梅的濃縮膠 這兩個東西基本上 來預防跟治療 女生的這種泌尿道感染 是最有效的 那乾這個部分 基本上它還有一些什麼 保存的問題 因為基本上它可能在 要加一些什麼防腐劑 或加一些甜的東西 但基本上它的量 是不容易控制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比較不建議的 了解 那還有沒有其他什麼 可以顧膀胱的聖品 其實最好就是水 我們建議水 但是剛剛王醫師有提到 一個更年期的 更年期確實容易比較是 陰道比較容易乾燥這一種 那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喝一點豆漿 比如說大豆類 對 豆漿 豆漿本身有大豆液黃銅 它本來就是比較是滋潤的 然後它又帶有水分 所以倒是可以喝豆漿 那有一種是 這個是這邊講的是憋尿性的 產生膀胱發炎的問題 有一種是跟憋尿沒有相關 是那種兼職性的 膀胱的 就是你一直半夜起來 要上三四次的這一種 但這種飲食上 也是有一點小小的建議 就是你不要吃一些 高甲的東西 因為高甲會瀝尿 反而會增加你一直 跑去上廁所這種不舒服感 他們這種人 其實都是尿一點點 一點點的 這種跟憋尿是不一樣的 那素晴 剛剛麗菲有講到說 要訓練那個什麼的 踢肛運動這種 那個效果是真的很好 凱格運動最主要是 訓練你骨盆底的肌肉群 這個訓練骨盆底的肌肉群 有一個好處是 主要第一個是針對說 有些女性她尤其是產後的女生 她容易有一些尿失禁的問題 那可能比如說她只是打個噴嚏 或大笑都可能會漏尿 那這一種用海格運動的話 可以減少這個尿失禁的狀況 可是如果你是這種憋尿型的 我想可能效果不是很大 可是如果你常常練 我個人的想法有一點點好處 就是因為你這樣的運動 可以增加你骨盆底肌肉群的 一些血液循環 因為部分女生常常有一種 覺得常在這裡悶悶的 不舒服的感覺 那跟她一些骨盆腔的 慢性發炎或骨盆腔 有些骨盆腔的那種血液循環不佳 有時候有些感覺 所以你練一練也有好處 沒有什麼壞處 練的好處 不過剛好有一件事情 要提醒大家 剛才伊莉有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並不是所有的頻尿 都是感染 有一些頻尿 是因為你的氣質性的因素 比如說 那如果你是健脂性膀胱炎這種 除了水分或者假 要注意之外 你也不能吃刺激性的食物 因為你一旦對膀胱造成刺激 它本來就是一個很神經質的膀胱 你把它刺起來會有點嚴重 所以比如說你如果愛吃辣 或者甚至你吃蔓越莓 給它喝超多 喝很酸 這個時候反而是更刺激它 對 所以你不要自己決定說 我瓶尿了 所以我要多喝這個 你要先確定 你是哪一款的瓶尿 再來決定你是要多喝水 剛剛好喝水 還是多喝蔓越莓汁 還是不能喝這麼酸的蔓越莓汁 這是要小心的 來 所以今天如同我們的標題 爽快人生不得已 身不由己 其實如果你像有爽快人生的話 很多身不由己 我們就不要把它當藉口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處理掉 跟解決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